今天日本的各大华人公众号都转转载了一则消息 9号也就是前天吧 星期二在祁育县的川岛厅 它是比起剧川岛厅 我这个地名还是第一次听 祁育县塞丹麦 在东京的北部 那么比方说它的川口式和爵式离东京非常近 差不多二十来分钟吧 那里边也是华人和这个别的国家的外国人聚集去 特别是川口西川口和爵 这一次华人一家四口殒命 夫妇两个是4746 然后一个小女儿 小女儿才小学 还有一个儿子 儿子是高中 儿子差不多16、7岁吧 儿子现在是受了重伤 四个人呢 多有明显的外伤 就是顿气击打的痕迹 目前警方推测是 一家人自杀 然后可能有家庭成员不愿自杀 然后这个 我估计是男主人吧 就使用了非常手段 然后就杀害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他肯定现在还没有自杀的意识 对不对 这种事呢 其实在日本也是稀松平常 日本这个每年的凶杀案里边有50%左右是属于这个亲族之间的互杀 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互相杀害知道吧 每年50%你想想多么可怕 我操 就是这个民族哈 很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他们一般吧 这个家族关系似乎比较淡薄 他不像中国人就是 亲戚朋友之间这个邻居力很强 中国人是对陌生人比较冷漠 但是亲戚之间的这个关系 氏族关系还是挺强的 特别是你看人家那个南方人 南方人这个比方说在欧洲的温州清田人 或者说美国的这个福州福清人 这种就是以血缘或者地狱为纽带 形成的这个种聚集是非常强烈的 也是就是说一个特征吧 但是这一家现在因为死因还没有具体查明 如果真的是自杀的话 那就我觉得 这家主人也就很日本了 来日本以后就成了真的日本人了 他们住的是一户建 然后 所处的地方呢 也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地方 我这个地名还是第一次听 具体也没有透露男主人的职业 但是说过 据邻居说呢 男主人也邀请过这个 他的小女儿的同学 来家里就是玩或者说吃烧烤 但是发生这样的事还是令人唏嘘不已 哎呀 我也觉得大概率是自杀 因为这个门窗都没有被破坏 是他们的友人发现这个联系不到他们 才报得紧 现在就是那个长男 他的儿子正在抢救 反正还据说是没有生命危险 还说不了话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呀 以前在辞城前两年发生过一个 一个男的把自己一家都给烧死了 最后自己也自杀了 一共七口人 我操 五个孩子 把他 他就放火 把一家人都给烧死 最后他也自杀了 日本甚至还有过一本书 就是说 母亲希望孩子 希望自己的儿子死 我认识的一个叫田中玉芝的日本人 大家应该也听过 他就是跟他妈妈的关系特别不好 就是互相希望对方死 哎呀 也是这种文化 你也是觉得圣人吧 对吧 虽然说在日本 如果自杀的目标是 自杀的原因是 很高尚的话 那么他们会觉得这个死是很值得的 很勇敢的这种 这也是武士道的一种 但是我觉得这种精神不鼓励 具体再等等警方通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